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聽過心肌炎 尤其像是兒童打完新冠肺炎疫苗後 所產生的心肌炎 這種狀況通常極為罕見 而且都可以治癒 但你真的知道什麼是心肌炎 為什麼會產生心肌炎呢 事實上心肌炎產生的急轉 跟我們感冒有些類似 只是病毒及細菌侵犯的部位 是我們的心臟肌肉層 一旦出現這種狀況 你可能會感覺到 胸悶、胸痛、心肌以及高血壓 所以臨床醫師該如何進行鑒別診斷 主要就要仰來心臟超音波 X光以及血管攝影 但即便被醫師診斷為心肌炎 也不要過於緊張 因為在醫療科技發展的進步之下 有三種主要治療方式 一種是所謂的內科藥物治療 像是抗病毒藥物 再來還有所謂的支持性療法 也就是症狀治療 如果上述兩種治療方法都不佳的話 才會走入所謂外科喚醒的手術 但最重要的還是提醒大家 預防剩餘治療 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都要維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均衡的飲食 當你如果發生感冒時 合併有心臟的不舒服 就記得儘早趕緊就醫 希望今天的內容對於大家都有幫助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留言在下方告訴我們 或是私訊我們的IG 都會有專門的小編替你回答喔 嘩